哈囉大家好我是貝克蘇 我目前住三重一年多了 我之後幾個月就會搬家了 那我想來分享住三重的體物 可以怎麼活下來 首先第一個 租房不要看一眼就租了 可能有人會想說 你不是說廢話嗎 要多看幾次啊 我看了兩次啊 照片看了一次 現場看了一次啊 我就從頭又廢了 我記得那時候我看一次就下定要租了 因為租房位置離我女友家近 房租又便宜 這價位感覺很快就會被租走 又是公寓二樓 不用讓媽媽爬太多層 那時候看的時候是晚上 到處鐵門都拉下來 又是鬧鐘取靜超安靜的 旁邊有一個小公園 每天可以遛狗狗 超讚的 住的隔天早上 怎麼聽到阿公在唱歌的聲音 我家下面就有一個阿公店 就是獅子王會去的那種阿公店 原本下面都是鐵門拉下來 鐵門拉上來就是 阿公茶館 而且我租的地方附近 總共有六七家這種阿公店 這裡根本就是 阿公的天堂 每天都可以看到阿公們 最醺醺的在我家附近閒晃 他們是從早唱到晚 每次我下樓買早餐 還會看到小姐在攀扶著阿公 阿不對 是阿嬤在攀扶著阿公 只是她工作室小姐 有時候阿嬤還會搭訕我 鐵門拉沒看過你唷 太超爛 身為常搭訕人的我 當時 害怕絕了 而且不只是阿公店多 廟也超多 你知道我家附近的廟 有很多功能嗎 掰掰 遊行 和 流浪漢旅館 旁邊的水溝 就是他們的廁所 公園 就是他們另外一張床 每一次經過 我就可以看到流浪漢 掏出可愛的釘釘 噴灑在水溝上 或是公園的草皮上 他們的行為 跟我家的狗一樣 而且還會睡在上面 他們真的是 太不拘小潔了吧 真是隨性的一群人 總之就是你要住三重 可以先在附近環境繞一下 和白天晚上各看一次 就算他再便宜 也要這樣做 你應該不想每天都可以看到不同的釘釘吧 有些真的很黑喔 他發現你在看他的釘釘的話 他還會看著你笑 你知道流浪漢都蠻有禮貌的 這時候你就露出你的釘釘 對他微笑就好啦 但我笑你不敢啦 我也不敢啦 那其實住了一年多我也已經習慣了 我已經習慣動不動 就有人倒在地上 不是因為他生病了 他只是想睡覺 你去問他 先生你沒事吧 所以你真的要住之前 真的先調查好附近環境 第二個生存法則 住三重 沒事不要亂對眼 怎麼說 有一次騎車 我就騎在一個 標仔的後面 剛好我們彎進一個小巷 對象車道也有一個人要過 前面的標仔 不讓他過 對象車道的人 也沒有要讓的意思 我在後面當吃瓜群狀 看前面他們兩個 就這樣對眼了兩秒鐘 看對面那個人眼神一直中欸 二身穿過標仔直直往前騎 標仔立刻180度回轉追了上去 哇他這樣氣噗噗的追過去 應該是一見鍾情吧 但我聽到他大喊 那我誤會了 職業幣以為每件事都跟感情有關 簡單來說就是你不要隨便跟三重人對眼 你永遠不知道 他會不會對你 一見鍾情 殺的力 假如真的被殺到了 那就恭喜你 那假如怕被一見鍾情 那就戴墨鏡吧 你告訴我阿姓好了 你告訴我阿姓好了 等一下 我看不到你啊 看不到人騎車啊 喔 對眼 好吧戴墨鏡也沒辦法 就不要隨便對眼啊 但其實扣除阿公店一堆廟一堆流浪和動不動被一見鍾情 其實三重住起來還是不錯的啦 我記得十年前我有載一個妹子回家 他是三重人 他很喜歡穿樂褲夾長外套 我有兩次送他回家都被八加九圍車 一次是被五六台機車圍著說 小姐啦喔 給哥哥載啊 不要讓他載啦 哼哼哼哼哼 一次是一台汽車開到我旁邊把窗咬下來 一手拿著球棒一手握著棒棒 對著我在的妹子說 大家上我車 兩次我後座的妹子都不為所動 哼 真是個狠角色 只是當年年輕稚嫩的我害怕極了 但因為他抱得更緊 胸部的觸感 抵消掉害怕的感覺 又沒那麼害怕了 歐派 最高 只是十年前的我覺得住三重真地可怕 對現在的三重跟十年前的三重比起來好很多了啦 住了一年多還沒被圍車的經驗 所以你想要住三重的話 歡迎來住喔 這邊超多R宮殿 可以讓你成為 始祖王喔 戰